日本男神木村拓哉在人气巅峰之时 宣布与女星宫藤静香结婚 但近期却被爆出 两人四月将要离婚的传言 对此宫藤静香回应媒体时回答 随便你们怎么写 不是特别要过来问的事情 我没有回应 而日本资深媒体人也透露 这次离婚传言来源 似乎都指向特定人士 根据日本周刊报道 木村拓哉与宫藤静香 23年来分辨传言不断 仅有2006年与这次的传言 引发较大的关注 报道指出有媒体人透露 这次的爆料木村拓哉离婚消息的源头 为电视台周边人员 而木村拓哉近期未宣传电影经常上节目 加上演出的电视剧 空间公斤叫场林正在热播中 电视台工作员与经纪公司来往密切 由此推测 可能是木村拓哉 像属世的工作人员 透露了某种现状也说不定 除此之外 宫藤静香的IG 原只有追踪老公及女儿木村新美 光希三人 但她却在2022年11月被发现 追踪前任男友 EOC 维持数十分钟后 便退追踪 从年底 两人又在红白歌唱大赛相见 而EOC 也曾在某次直播中透露 她与公藤静香仍有联系 偶尔会给予对方建议 种种迹象 让日本资深媒体人认为 或许是木村拓哉得之后 产生怀疑 才造成这次的骚动 然而 属之公藤静香的娱乐圈人员认为 没有外遇偷吃 并透露公藤静香的梦想 是与两个女儿一起移居海外 因此推测 EOC也许是提供公藤静香 这方面的建议 且在三日女儿节时 木村拓哉 先是在IG线时贴出 她拿着桃花的自拍照 没多久后 公藤静香也发出老公买的桃花 间接破除 婚变传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